第二个是产品生命周期大幅度的缩短了 那为什么会缩短的原因呢 其实第一个是跟射精结构的变化有关 在工业的发展过程当中 大家的工资上涨 那当然就可以开始变得有钱 有钱的人的话 他的消费力会增加 所以他太旧换新的速度就会很快 那即使没钱的人呢 拿到钱之后呢 他们怎么样心里也要及时享乐 因为看到别人在花钱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跟文化跟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 会让大家怎么样 东西还没换就会想换 这是一种消费的心理啦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科技的发展跟进步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看到过去我们早期有这个卡带 对不对 那卡带其实都已经被淘汰了嘛 就变CD了嘛 所以这种科技不断发展日新月异的情况之下呢 整个产品的更新速度也会很快 第三个是行销策略的操作 也就是说呢 他不是因为需要而去购买 而是因为想要了去购买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一手机越来越大了 大一幕好吸引人啊 对不对 所以这种行销策略的操作 他就可能会让你把旧的机子换掉 买新的机子 可以哦 所以以美国189家企业为研究对象 他说呢 一个新产品的概念提出 从过去的话呢 就是从提出到量产 必须要花费35.5个月 在1990年代的时候 可是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 从一个新的idea出来 到我开始可以生产制造 现在只需要23个月 所以大概是什么 不用两年的时间 一个全新的产品就能够生存的 好 还记得这张图吗 对不对 产品生命周期 你可以看到 即使是到现在 他开发新产品的时间 从18个月到现在10个月而已 非常的快速 所以产品生命周期 导入期 成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这样子的时序变动是很快的 整个速度是不断的加快的 那对企业经营 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所以第一个 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组织 跟他的策略要进行调整了 因为你必须要不断的创新 必须要研发 所以你要投入更多的资金跟技术 所以会趋向资本跟技术密集 第二个 区位是不断的在改变的 具有产业群聚效益的地区的话呢 才能够因应这样子的形式 因为当我们把同样的企业放在一起之后 资讯的交流会越来越快速 所以彼此脑力激荡的情况之下 那个创新的氛围就会出来了 好 那次要的生产条件 机器土地能源的话 透过国际分工会分散到成本比较低的地方 所以也不再局限在同一个地方了 所以我们会到处寻求最适当的区位 而这个最适当的区位也是不断在改变当中 所以区位是不断会转变的 好 最后一个叫做生产模式的改变 过去是先大量生产而后销售 但是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嘛 我生产了一个产品 生产了100万个 诶 我才开始销售 结果我还没卖完 这个产品就更新了 大家已经不要这个旧产品了 对不对 是很危险的 所以现在都是先接单后生产 还记得吗 这个就叫做即时性生产 所以这样我们就不会有库存的压力了 所以生产模式也是在改变的 好 那即时性生产的特色 我们最后就一点小小的总结了 所以它是在一群工人小组 所以这一群小组当中呢 它其实每一个人会负责比较多的工作 不像早期我们讲的那种生产的流水线 一个人只要负责一件事情就好 然后把效率做到最好 这样子人会疲乏嘛 所以即时性生产反而是你要负责比较多的工作 那你知道这一步跟这一步之间流程 它的概念在哪里 那你也比较知道说 哎到底哪一步如果我改良了会让整个产品变得更好 对 所以它可以不断的讨论跟创意激大 啊第二个的话呢 它就是不再自行制造所有的零件了 原因是因为呀 这些能力研发机器跟仓储的空间成本 我们就把它分散下去 交给供应商而不要给自己来 今年度的话我产量比较多 哎那我可以找三家的供应商一起来协助 结果下一年度 嗯这个产品已经快过时了 没有人要了 那我小的供应商可能就剩一家 所以我可以很弹性 所以少量多样又可以节省仓储的费用 也可以避免产品过时 这样的生产模式就叫做弹性生产 又叫做即时性生产 好第三个问题 环保意识的兴起 因为生产的时候会耗费水跟耗费电的情况之下 同时又会有废气 废水还有土壤污染的问题 所以这些居民都非常的不喜欢 也就是说当居民抗疫嘛 那我们就要遵设这些污染防治的设备 那污染防治的设备会让整个生产成本提高 所以我干脆不要让工厂在这里做好了 我迁往他处 可能像一些非洲地区 他可能环保意识还没那么高 或者是周边人口还不多的情况之下 我就可以把工厂设立在这边 所以他的趣味就必须要做一些调整了 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这个是饮料厂跟民蒸水 这发生在哪里嘞 这发生在印度 在印度的话呢 有一个克拉拉邦 这有一家可口可乐装品厂 因为饮料他最大的元素就是水嘛 所以他抽取地下水来做这个可乐 可是没想到他大量抽取的情况之下 整个地下水面大幅度的降低 所以附近的饮用水没了 农田的灌溉水没了 所以当地的居民的话呢 就说这个大型的跨国企业根本就是窃水枪道 拜托他赶快离开这里 所以这样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啦 其实工厂的设立中是会给当地人带来一些问题跟麻烦的 那曾经日本也发生过 就是像水鱼病 水鱼病的话呢 在水鱼湾这边 有一个蛋肥公司把废水排放到里面 然后呢 结果没想到什么 当地的居民开始出现一些中枢神经和末梢神经 就是失调 所以你看那个手是全躯的 然后他的脑其实没有办法控制他的肢体了 然后最后就是 当然就过世了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一种风业无懒 那台湾也有所谓的RCA污染 所谓的RCA是这家公司是美国的公司 然后他来台湾设立工厂生产电视机 可是他这些生产过程当中的有毒废弃物 他其实是埋在土地而已 他就是违法清道 他没有处理过 他就直接把这些有毒物质埋在土壤里 然后最后这些有毒物质就释放到土里面 然后甚至污染了地下水 造成当地如果去喝这个地下水 或者是当地的员工 其实都不知道这些是有毒的物质的情况之下 不断的接触 然后最后很多人就离癌 然后也就去世了 所以这也是一种工业污染的问题 好 那第四个的话呢 还有所谓的土地取得困难的问题 就是随着环保意识的升高 或者是地价越来越贵 这样子一个企业的话呢 他所花费的那个成本 其实大幅度的增加了 所以我们就举了这个六清设厂位置的移动 所以一开始民国75年的时候 原本一开始六清厂是想要放在宜兰的 当然宜兰人就强力的反对啦 那当时候的宜兰县长也就说 嗯不行 这是高污染性的产业不要 那结果就找到另一个地方 就是桃园的观音 当地的话也是开始反对啦 所以最后就找到一个云林麦寮六清 填海造陆 那当时候也是因为云林人 其实是以农业为生啦 所以他们很多就是劳动力外流的情况之下 希望靠六清 然后呢能够把工作机会留在家乡 不过你会发现现在的麦寮 其实也有很大的问题了 我们之前也有提到的 就是当地不管是PM2.5也好啦 或者是恋爱的比例也都比较高 所以这个企业的话如何做到污染防治 就是企业的道德责任嘛 嗯 好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加入WTO的冲击 也就是绿色的部分的话呢 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一员 加入WTO的话呢 对于开发中国家而言 其实如果它是出口竞争力强的产业 自由开放的市场就会有利可图嘛 可是如果是一些依赖内需市场的产业 原本就是我们国内的人在购买的 如果有外国的廉价产品倾销而来 或者是有一些国外的产品品质比较好 我想要去购买它的话 那我们就是会受到冲击 然后甚至有些产业就被淘汰掉了 所以对于开发中国家而言会有这样的冲击 那对于开发国家而言 其实它的各地的障碍是降低的 对不对 以开发国家来讲 我的产品比较强势的产品就可以行销到世界去 而且呢 有利于进行生产资源的转移 也就是说 我可以配置我的生产区位 这里有廉价劳动力 那这里的话便宜的原料 对不对 我就可以做一个全球的布局 所以的话呢 我的企业的竞争力会更强 对于开发国家而言 它当然要极力促成这样子的 就是贸易自由开放 那对于台湾的冲击来讲 例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市场竞争力强的产业 以我们台湾而言比较有竞争力的就是电子资讯业、石油、化学产业或者是塑胶 塑胶也是石化产业之一啦 那我们就可以取得更广大的出口市场 不过有一些我们缺乏原料的 例如说造纸业 然后或者是没有煤啊没有铁啊这些的 所以这些重化工业的话我们必须要依赖进口原料 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呢就是会比较吃亏一点 那还有就是长期受到关税保护的产业 例如说汽车工业 那这些产业或者是有廉价劳动力的家电业 早期我们台湾有大同电锅嘛 对不对有大同品牌 所以的话呢就是国外产品竞争激烈 所以基本上很多这些企业都已经不制造了 你看大桶国货 以前还有冰箱啊电风扇啊等等的 那现在基本上呢就是制造的是非常少了 都是比如说把制造厂移到泰国 移到东南亚了 那刚刚讲的汽车也好 还是必须要受到关税的保护 不然的话像日本的进口车 美国的进口车 很大一部分都是一个外国产品 很严厉的竞争 好所以面对这么多的问题的话呢 产业转型或许是目前制造业最佳的答案啦 好所以我们就一段创用CC的新闻影片来做结尾 看看我们台湾的制造业呢 是如何突破困境的 那就请接下来看这小段影片 大家拜拜 科技产业现在布局越来越多元化 最近不少科技厂商看上了造纸业 因为造纸也能够不用砍树 台湾的造纸龙头花了12年 在大陆的扬州研发出了全球首创农业的造纸技术 他们用农业的一个纤维技术 做成一个纸浆的原料 这个纸浆顺便还能够培育有机菇类 所以纸厂跨足到农业领域 比之前靠着砍木头的成本大降了50% 每天产量也因此超过了一倍 也因此现在吸引了很多电脑大厂 真想要跟他们合作 只将原料从脱水烘干 再到上焦压光 全台光一年下来的用质量 就得砍掉百万棵树 但现在有业者研发新技术 走进大陆农田 造纸业龙头也跨足农业 经过12年研发 用稻米结杆分离纤维 做出纸浆原料 还能同时培育特殊有机菇种 造纸不用砍树 也让电脑大厂 戴尔跟HP争相合作 根据统计 大陆农业节感 在2009年就有9.52亿吨 但利用率只有两成 新技术研发能刺激农村经济 而业者选在大陆扬州 开设农业职场 产量从一天200吨 增加到400吨 并预估还要增加一到两个厂 目标每天生产1200吨 建造扬州农业职场 业者砸了1.5亿人民币 约台币7.5亿 全球的职场有91% 用的是木头 其他原料只有9% 业者研发新技术 降低木头用量 不但省成本 还能兼顾环保 记者陈轩如陈建明 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